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两天北京开始召开了两会 在两会之前中共先召开了十九大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上面所定立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在中共这一次的两会上 通过把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要改为无限期 据传说是在三中全会上面 中共要求所有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要人人过关 每个人都要表态是否支持在宪法中 要把这个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无期限的这个推行 是否同意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要把党领导一切要塞进国家宪法 这种做法是不是一定是真的 我们不敢讲有人讲可能是假的 但是习近平心虚是真的 习近平从他在十七大作为储君开始 他就处在慌恐和战战兢兢中度过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2012年也就是十八大召开前半年左右 那一次因为2012年重庆原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往美国大使馆 因为王立军逃往大使馆的这件事情导致了美国当时在审核王立军是否批准他政治庇护的这件事情 闹得海外娱乐飞飞扬扬 而这个时候恰好习近平 他在美国访问 而美国当时的华盛顿邮报 他披露了很多王立军在逃往美国大使馆之后 带出来的一些信息 而这个信息里面直接关系的就是中共高层有相当一批人准备做局做掉习近平 这个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所爆出来的信息让习近平可以讲叫盲刺在背 他当时看到这些信息以后 不管他是真信还是不信 他都感觉到对着他这个储君继位的这条路上面是荆棘重重 因为那个时候中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和当时的中组部部长李源潮 他们是在十八大之前搞过一个海选的 这个海选的结果让习近平十分狼狈 因为无论是令计划还是李源潮 他们的排名都是很靠前 而习近平这个储君他几乎要落选 并且在这个海选的过程中 暴露出很多人对习近平极端的不信任 所以习近平在整个这个接班的途中 他一直是感觉到有巨大的力量 在制约和这个对他形成很大的阻力 让他这个接班很不顺利 因此习近平他就是咬的牙一步一步 堵上了这个十八大的这个总书记的宝座 那么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 习近平显然他要对他当时所做的各种担心 要给予消除 这两天全国政协会议开会了 我们看到坊间一直传闻非常多的 原来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范长龙和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全部在这个开幕式上面亮相了 因为坊间一直传说这两个人已经落马了 那么从他们坐在主席台上来看 至少是现在还没落马 但是不代表他们就平安坐地 尤其是李源潮 因为李源潮在习近平接班的过程中 给习近平造成的各种心理障碍是巨大的 习近平他在十八大巩固了政权以后 他不会放过李源潮的 所以我曾经做过一个节目讲过 李源潮一定是下一个副国籍被习近平拿下的 而且李源潮的这个李源潮的去处一定是秦成 他所归类的是周永康和令计划这一顿 习近平最近这个习近平这几天心里面是非常的恐慌和担心 所以你看看他最近他高调率领所谓的常委 去纪念中共的这个前总理周恩来120周年 这都是反映着习近平心里面的这个小九九 因为习近平他自己呢总感觉到他已经具备了毛泽东的地位 他现在已经可以均临天下了 但是他缺一个像周恩来这样的死心塌地的 为他服务的这么一个大乳这么一个周公一个贤相 他希望就是在中共党内号召大家都要学习周恩来 他口号是所谓鞠躬尽炊为人民服务 实际上就是鞠躬尽炊为了习近平服务 这个只能讲这个习近平的智商啊真的是很差 这个所有这个独裁者的智商都很低啊 因为每一个独裁者都认为自己呢是属于这个自己的这个天才和自己的能力 以及自己的个人的威望已经达到了就是跟跟天一样的旗 所以呢总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可一世了 总觉得全国人民都在拥戴我 所有事情都是属于就说着顺利成的奉天成韵 因此呢这个习近平呢他他就是觉得他自己已经达到毛 甚至比毛的地位还要高 那么由于习近平的这个智商不行啊 他始终处在一种自闭的症状他总是把自己呢生活在梦中 他呢其实习近平他真的不知道他根本就成不了毛德东 中国也找不出第二个周恩来 而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这次休闲中一定要把这个主席任期制给拿掉呢 我在前几次节目里面讲过这个所谓中共的宪法 他一天也没真正实行过 这个宪法不过就是一个婊子里的牌坊啊 那么因为当婊子就要离牌坊 而习近平看的这个牌坊啊心里面很不舒服 他每天总觉得有人不断地在指责他这个婊子 所以呢习近平就干脆把这个牌坊砸掉 其实习近平大可不必 我不是笑话他他的智商嘛 你习近平当党的总书记党党里面没有规定总书记不能连任 尤其没有规定中央军委主席不能连任你习近平继续当着党的总书记 继续当着军委主席 你同样可以把中国的最高权力握在你手上 你选择一个你信得过的人去给他当国家主席又怎么样 就像毛泽东当年任务刘涛奇当国家主席又怎么样 只不过习近平他接受不了什么接受不了这个 他如果认定一个国家主席 那个国家主席就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他可以带到他的夫人那么成为第一夫人到全世界去撒钱 到全世界去宣摆这习近平心里面万分不痛快 他觉得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出去宣摆 你有什么资格把你老婆成为第一夫人 我那第一夫人彭丽媛是谁啊 我去宣摆我去撒钱我习近平才是大国之君的 所以呢他心里面的摆妈不值他摆不平 他绝对不接不接受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除了他之外 能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在外面出现 这就像毛泽东当年他看到刘涛奇带着王光伟到全世界出访的时候 虽然到底都是那样二五七七的国家 第三世界的国家飞斗的国家阿拉伯的那种小国家 但是老毛心里面也不太也不痛快 这事是去毛里丘斯金巴布围坦扎尼亚 但老毛就是这帮黑人载歌载舞拿着小花篮 迎接着王光伟刘涛奇笑秘秘的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出现 老毛心里面一肚子都不痛快有几江青那住的倒了几坛的啊 你王光伟算啥啊你凭啥那么显摆啊 中国究竟是你刘涛奇是老大还是我老毛是老大 所以习近平他很知道这么一回事 他不愿意他自己当着总书记当着军委主席 但是要名义上安排一个国家严守 他干脆就把这个婊子的牌坊扎掉 我自己一尖挑那么他一尖挑 那么我在前面的节目也讲过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这样做他让所有被他打倒的这些对手 和现在对他这个要产生粘刃 产生任何阻碍作用的中共原来的元老 不管是太子党红二代还是原来元老还健在的 哪怕就八九十岁还喘得气的 像江泽民胡锦涛这一类 你们都不准有都不准有一个部子 因为你们的儿女 你们全家里面家族的贪腐 我习近平已经掌握得牢牢的了 你们哪一个人敢在这个上面跟我有叫办 那么吴小辉你们已经看到了邓家的动了 恩小鲁死了 那么无论是谁家只要你们敢动 只要你们敢反对就动你们 那么习近平他这样做 他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 他觉得我哪怕就是掩耳盗铃 把这个牌坊扎了再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 宪法的核心不在于这个主席任期制和不任期制 因为我们大家都明白中共是一党独裁 中共这个党如果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是无法无天的 那么这个主席任期制不任期制 哪个当主席 哪个当主席都是完成中共的任务 都是中共的独裁 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的时候老毛他是讲过的 就是说我们党是要领导一切的 尽管老毛有这个想法老毛也是这么去做的 但是54年宪法没有把中共领导一切写进宪法 82年在这个宪法重新修订的时候 当时邓也表示不异于提党领导一切 他只是说把党的领导把它改变成 党是需要领导主要是在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的领导 这是邓在82年的这个表述 因为邓他不敢把这个党领导一切这句话 就完全替代宪法 因为这不是完全是违宪的吗 所以邓当时还有一点邮报劈啪办遮灭 但是到了习近平这边 中共在19大的政治报告里面 习近平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 就是中共要领导一切 并且要把中共领导一切写进党的 其实我们一切应该看准的核心 是中共领导一切进党上 它比这个任机制对中国人民的危害更大 因为这个宪法它本身应当是代表人民意志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宪法就变成了 中共它可以合理合法的在中共 唯一所欲言而且在宪法里面写上了以后 就是中共它可以就是凌驾一切之上 就说党领导了个国家 党领导了这个宪法 党领导了人民 党领导了军队 党在中国无数不在 那么最后就变成了是党天下 军队就是党卫军 国家就是党国 那么你觉得这个国家和封建王朝有什么区别呢 无非把封建王朝四个字用党去替代而已吧 十九大以后 王岐山虽然被挤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位置 但是王岐山他无论他是警派习近平的马匹 紧跟习近平也好 还是习近平对他另外两人唱双方有不觉好 王岐山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党是领导一切就论掉 把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高政治原则的这个话 他这个在文章里面表露得非常清楚 而且王岐山提出个口号叫做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那么也就是说王岐山他已经到处了 就是习近平要讲的这个目的 不代表你经济上腐败不腐败 关键是所谓政治腐败 什么叫政治腐败 妨碍习近平集权 妨碍习近平独裁 妨碍习近平打到共产党这个招牌去为所欲为 这都是政治上的腐败 所以王岐山和习近平的目的 就是要窃取党的最高国家权利 很多人动不动要把王岐山和习近平对立起来 把它分开来 我从来都不这样看 中共只要进入他最高阶层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沆瀣一气 狼狈为奸的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他们在打着党和为人民服务的旗号中 实际上是实现他们个人的利益 他们对内欺压人民 然后把国库倒空 他们对外 他们结成一个所谓团结同盟 然后呢 结成政治利益集团去把一切政治一己消灭 同时 他们在维护着他们的体制的同时 一定是把他们自己家里面的利益完全保证 所以说无论是习近平 还是王岐山 还是习王之外的 在习王这个队伍里面的其他人员 只要跟他们站在一条现场的人 每一家都是超级亿万富豪 那么这些亿万富豪的诞生 它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本事 而是因为有权利给你做保障 回顾中共的历史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中共就是一个巨大的交流机 我多次讲过 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宪法了 什么这个叫什么国家的法律了 怎么样去用各种制度和规征来约束自己啊 中共就是无法无天 无所欲为 毛泽东当年他就是一直这么干的 所以说他建政以后 他想搞什么运动就搞什么运动 想打倒谁就打倒谁 他在文革的时候 用发动这个红卫兵小将 把一切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败 只说出说走资本主义当权败就在党内 所以把刘少奇邓小平的所有他当年一起建国的开股原型通通打倒以后 老毛常常的出了一口气 因为七千人大会以后 老毛有相当一时间 他在党内的威望极度的降低 而且很可能是他在这个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位置上都不保 所以毛泽东他那个时候 他只好动用文革的方式来肃清他所有的政治敌人 那么他把刘少奇打掉以后 他培养了林彪 他认为林彪从战争年代开始起 是接受他的考验的 林彪始终是对他忠心的 他让林彪来管军队 目的就是牢牢的控制住军权 同时用派驻军宣队的方式 在全国大小机关场逛学校 让军宣队体现毛的意志 让林彪又等于说搞了什么四个伟大 跟着老毛 那么林彪拼命的抬教的 这时候毛觉得江山是稳的 可是天善不如人善 老毛再也没想到林彪会在1971年9月13号 暗逃温都尔汉和他的儿子以及他老婆叶群一起这个三叉机最后摔死 同时这件事情出了以后暴露出来的事情 是老毛完全想不到的 当时林彪9月13喷逃以后 老毛醉醉不安 一直在了解着林彪他当时的结局 直到14号 周恩来来向他汇报 说林彪的这个三叉机已经在蒙堵温都尔汉那个地方坠毁 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震亡 老毛长输了一口气 因为这是老毛最想要的一个结果 林彪死了 但是紧接着周恩来给老毛汇报了一个老毛死也不愿意接受的消息 就是说林彪在死之前 他的儿子林立国周宇池这帮人搞过一个武器要联合机要 一个联合舰队 而联合舰队多次安排了准备实施 对毛泽东进行暗杀 爆炸和这个用炮击的这种方式 准备把毛泽东干掉 老毛死也没想到 会有人真的对他有过这种暗杀的这种动手的这种阴谋 同时老毛更没想到就是 林彪在准备了那么长时间 调动了那么多人帮他来完成这个所谓武器要共产技要的计划 居然没有一个人来向老毛汇报过 所以老毛这个心里面拔凉拔凉的 他所以他对中共的高层领导一下子 所有人都不信任 那段时间老毛他每天就坐在沙发上 苦思冥想 他对所有人他想过来 他翻来覆去想过 坐在沙发上他坐了几个星期 那么老毛要中央警卫局的人来向他汇报 当时凡是这个中央警卫局和能够跟林彪、叶群接触的任何一个人要人人过关的 中央警卫局当时的副局长张耀辞 他在给老毛的检讨里面都写道 说他在70年左右 曾经叶群让底下的保密员给他送过几斤祖笋来 他为了搭卸叶群 他回送了这个药尔士进橘子 这件事情他都向毛泽东忏悔 就说他只是这个就说礼尚往来 而且那叶群是派底下人送来的 他也是派底下人去还礼的 他并没有跟叶群直接接触 就这件事让老毛算是过了关 没有把张耀辞的这个副局长拿掉 不然这个就不成在1976年 当时华国锋、汪东兴联合张耀辞一起拿下所谓四人帮 张耀辞在所谓拿下四人帮的这个宫廷正面中是立头宫的 那么但是张耀辞在当时毛泽东那边是要绝对过关的 过不了关 张耀辞早就被毛泽东送进大狱了 那么毛泽东当时要求空军团以上的干部每一个人都要写书面报告 空军里面这些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所写的 跟林彪、叶群、林立国之间的所有报告都要毛亲自过目 毛非常不相信这些人 你们在跟林彪共识的过程中 林彪所有对我这些暗杀和企图的阴谋 你们不了解 或者说你们了解了 你们为什么不来向我汇报 那么军队怎么办 毛想来想去 决定军队交给叶建英管 因为叶建英在历史上是拥护毛的 只是文革的时候叶建英跟他们这个什么二月利流 什么西山反毛的这几个会议上面 说了一些等于说否定文革的话 让老毛非常不痛快 所以把他打得冷宫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老毛想想看还是把叶建英叫过来吧 因为叶建英这个人虽然讲起来是元帅 但是在历史上叶建英从来没有统帅过一兵一卒 他没有任何自己的DC部队 他没有任何一个自己军队里面的幕僚 所以这一点老毛就比较放心 他不想林彪 林彪作为四爷的这个司令员 林彪底下的部将太多了 林彪底下能争善战的这些优秀将领太多了 所以林彪一句话这些人都上 而叶建英不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老毛那时候让叶建英来管军队 那么虽然叫叶建英管军队 但是老毛从林彪死以后 他知道中共的一些元老 因为开展文革把他们都打倒 对老毛是怨气十足 尤其林彪死了以后 所有人都认为你毛泽东你选的接班人一通通给你毛泽东 就是跟你一死告别 你看刘朝琪刘朝琪死了 林彪林彪死了 这时候毛泽东也感觉到党内对他的极大压力 加上林彪爆炸以后毛泽东的心情很差 他的这个身体一下垮了很多 他自己也知道 他离近坟墓已经不是很远了 所以恰好在1972年 陈毅死掉了 那么陈毅就是我们前几天讲到的这个陈毅的二弟陈小鲁的父亲 陈毅死的时候毛泽东是反复想过的 他要不要通过这个事安抚一下大家 他始终没想好 实际上直到陈毅这个追导会临要开会前最后十分钟 毛泽东决定他去参加陈毅的这个追导会 因为他是想通过这个追导会的出现 能够对中共已经打倒了一些元老 释放一个信号 表示我是信任你们的 你们之所以被打倒 毛泽东就把所有你们直接受的这些冤屈 全部把他一个屎藤子扣着林彪投他 所以说毛泽东就去参加了这个陈毅的追导会 但是他参加陈毅的追导会呢 他是不情不愿的 所以他就穿着他的这个睡袍 外面造了一个大衣 就去参加这个追导会了 所以历史上的图片都看到 毛泽东这个穿着睡袍就到了这个会场了 这是极不元素的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老毛比习近平聪明啊 老毛就是用睡袍换成了龙袍 那习近平呢 他就没这个脑筋了 这样老毛就去参加了陈毅的追导会 而且在陈毅的追导会上握着陈毅老婆这个张倩的手 一再这个向他表示 这个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所有的过去的这些事情都是林彪 都是林彪用的 老毛和张倩的这张照片 当时给很多老干部看了以后 他们老内中衡啊 因为还是主席 还是拥戴主席 还是主席好 还是主席能了解我们 所以说老毛这个人他总是这个打一下拍一拍 拍过一拍一拍 然后再打一下 老毛这个人就是这样 他用这种方式就又一次赢得了这个老干部对他的好感 那么文革结束以后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在多年受到这个中共对他的冷遇之后 重新恢复了职位 而且到广东省道省委书记 但习仲勋对中共的曾经的这些斗争形势看的是十分清楚的 所以习仲勋在他的这个家庭管理方面 他就是一再要求全家都错过 远走高飞 不然再来一次文革 再来一次党内斗争 你们一定逃不掉 他只安排一个人从政 那么按照当时陈云和邓小平搞的就是每家出一个这个正部级 所以他们家里面习近平来这个从政 区域全部下海 所以你看到习近平他的姐姐这个齐佳佳 齐乔乔 他弟弟徐远平 他们全部这个在海外 早就是要么是澳洲的共鸣 要么是加拿大的共鸣 要么是欧洲的共鸣 早就是这个各个是富豪 聚伤自古 那是这个习近平当年就做了这样的排兵度争 当然习近平没有想到这个他的儿子居然走得比他在中共里面的位置走得还要前 还能让中共的第五代的领导人当了党的总书记 那么习近平他是当了总书记以后 习近平他会总结历史上所有的毛泽东也好 邓小平也好 这些所有在党内斗争里面的这些 党内斗争里面的各种阴谋轨迹和这个阴谋手段 当年邓小平拿下赵紫阳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是因为赵紫阳在六四时候支持学运 其实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至少不完全正确 为什么赵紫阳支持学运引起邓小平不满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有多少分量呢? 我看这个里面的比例啊 能达到25%就不错 75%的是什么? 是邓小平他认为什么? 第一 赵不听我的话 第二 赵他胆敢查我邓家 因为在六四没有开始之前 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 就派国务院的工作组去查过康华公司 查康华公司的时候 邓小平当时他的女儿邓岚 他是去找过赵紫阳的 他问赵紫阳为什么要查这个要查康华 那么国务院办公室的人回答这个邓岚就是说 因为康华公司呢是免税的 康华呢他无论做什么经营 他都打到免税的旗号 就变成了全国各个省 只要跟邓家有关系 有势力跟邓不方说多当话的人 都想方设法把他们的公司转为康华的分公司 而这些人就都不交税了 都不交税以后 国家当时税收损失很大 也就是说你邓家你搞钱就行了 最后你把所有的这个 你底下的小兄弟你全造进去了 那么最后国家损失很大 所以说呢他们对邓岚那是这个解释 邓岚就非常的生气 他认为就是说赵紫阳这样做 是邓家过不去 因此当这个六四这个在六四发生之前 全国学运已经开展了几十天的这个运动之后 高尔巴乔夫到北京来访问 其实赵紫阳跟高尔巴乔夫的谈话 是原来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有约定的 就是说赵紫阳在外面的任何时候 他做出的任何决定 他通常是要请示过邓小平 他跟戈尔巴乔夫这份交谈并没有违反他和邓小平之间的约定 但是如果别人借题发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邓南和邓荣看到这件事以后 马上就跟邓小平讲赵紫阳在出卖你 赵紫阳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在学运的高超时候把你抛出来了 认为就是中国一切事情都是你在垂帘听政 那么邓小平是最不愿意别人说他是什么太上皇了垂帘听政了 因为邓小平一再都认为所有做出的决定都是组织决定 都是我们巴老的决定 都是属于集体决定 因为邓小平他要把他的意志强加给这个所谓集体 让这个集体来表决 来替代他 做出这个对他最有利的决定 而这个决定变成党的决定 这是邓小平一向想做的 你现在这个赵紫阳在高尔巴乔夫面前这样讲 你不是把我卖掉吗? 所以说邓小平当时就非常的恼火 而邓那个时候他自己年岁已大 别人的话他听不清 或者是别人讲的话话他听不清 他干什么都要叫他们家的女儿邓荣给他做翻译 只有邓荣邓男的他讲的话他能听得懂 而邓荣和邓男是两个两条毒蛇 他们基本上都是全部在邓小平面前陷害忠良 赵紫阳就是被邓家这姐妹两个完全陷害掉的 是他们俩不断地用各种情报来构陷赵紫阳 当然这个里面最主要输送情报的是李鹏和邓一玲 因此这个当赵紫阳讲过的话以后 赵紫阳底下有工作人员提醒赵紫阳认为这个时候讲的话呢 可能呢就说不是很合适 一定要呢就说引起邓家不满了 你一定要跟这个邓家呢做一个解释 所以赵紫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专门要去跟邓小平解释 邓小平不听 他给邓小平写了检讨 直接被邓荣扔出来 邓荣看了不看 并且这个赵紫阳曾经派他的秘书 去跟邓荣沟通的时候 电话打过去 邓荣一听是赵紫阳秘书 哐哐就把电话挂掉 就根本不给赵紫阳任何解释的机会 而且就把赵紫阳加到火烫烤 5月19号仅仅是赵紫阳在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几天以后 就开了首都军与上干部大会 邓小平就在这个会上杀气腾腾的决定 全首都戒严调所有的军阶进 同时这时候邓小平已经宣布 要把江泽民调到北京 让李鹏来掌控这个当时的这个镇压的全局 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让我们认识到中共的这些元朗 包括毛泽东 包括邓小平都是心狠手辣的 他们对底下任何人不存在是个跟你之间有什么工作上的感情 有什么你为国家为这个事业有多大的分量 而在于什么 在于他个人的利益 只要当他个人利益受损的时候 他一定是要把你拿下 那么习近平在19大以后掌握了权力 习近平绝不满足于19大他自己当总书记 他在废掉了两个前朝安排的这个就是预备的接班人孙政才和胡春华之后 他把这两个人一个是打进秦城 一个是把他这个叫做边缘化 然后习近平就开始在这次两会上面修宪 修宪 习近平就把这个牌坊炸掉以后 他就是要把任期无限制 他任期无限制 他事先通过三中全会做工作 以及对所有的人大代表做工作以后 他是要求所有的人大代表 你们都只可能像申纪兰一样 那么申纪兰这个老台 他只会这个举赞成票了 大家都看到了 他除了会举手 他什么都不会啊 但是他再无耻再再举手 把全家都举成了这个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甚至是一万富翁 这个申纪兰他这个座上那个表决器有三个 我们都知道表决器一个是赞成 一个是反对 一个是弃权 那申纪兰就直接根本不要三个 干脆这个看不懂文化低 你们干嘛给我搞三个 我们人大代表里面也有很多文化低的 看不懂这三个见 你们就一个见就是了 我们过来我们就按这个见 在申纪兰的眼里面 他只会按了一个赞成键 那么他最好是所有的这个人大代表 你们座上放那个表决器就是一个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个表决器那三个键还是婊子的排放 有什么必要放一个这个表决器呢? 其实能走进这个所谓人民大会的 能够坐在那个地方里当代表 有哪一个人敢这个说是不按赞成呢? 我们看过毛泽东曾经有这么一个视频 毛泽东在开党的代表大会上面 直接问赞成不赞成啊? 这个赞成的就举手 他把手一举 他马上站起来回头看看 看看哪个没举 每一个人都把手都举得高高的 一定要让主席看倒 我是举手的啊 甚不怕主席认为或者主席看错了 说我没举手 那文革那时候没举手 回去上午不举手下午就砍头啊 那跟你开玩笑啊 习近平他显然 他用申纪兰这样的人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习近平刚刚这边要休闲 马上这个御用文人这个周代宇周小平 他就在那个地方说是习近平四个人级最好 他把美国的马斯克批的一个钱不值 这个周小平就是无耻 吓作愚蠢 他能够说说马斯克发到天上的卫星 所在的那个特斯拉汽车 这个特斯拉汽车没有任何含量 他那个电动车就是几件电池装进去 就把这个车子说是就玩起来了 说是没有科技含量 就周小平他经常讲出这种 违背最奇马的常识 就是究竟是应该是吃饭 还是应该吃屎的问题上面 周小平跟你讲 屎是香的 屎是好吃的 而就周小平这么无耻的人 他随便发一个帖子 给他打赏就是几千几万几十万 因为中共需要周小平这样的人 中共也需要申纪兰这样的人 申纪兰这样的人就永远去举手 所以说我们这个全票通过 那么我们需要周小平这样的人 就是把他黑白颠倒 专门把无耻歌颂为高尚 专门把恶心把下流把肮脏把它吹成阳春白雪 中国代代不缺周小平这样的人 但是像中共在习近平这个时代 能够冒出像周小平这么无耻这么下作 这么颠倒是非和这种丧失人文的人 真的是中国五千年来很少能见到的奴才 所以周小平无论是习近平当政也好 习近平下台也好 还是习近平想起要三四国被枪决也好 周小平他始终在陪葬的路上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